Hello大家好,我是Cindy,欢迎大家再次回到Cindy Time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我做过有高光的合集,有做过腮红的合集 另外一个大的品类呢,就是眼影盘的合集 一直呢,没有找出一个合适的时间点 把它拍成一个合集的形式来给大家分享 现在呢,差不多到了年底的时候 每一个博主都希望把今年年度自己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用的一些单品呢 和大家做个介绍,有一个回步 这个时机呢,就是刚刚好 会把眼影盘的合集的分为上半部和下半部两集分开来说 把它们拆分开来是因为一共有40多盘的小型眼影盘 中型盘到大型盘的话呢,也有很多很多的 所以如果把它们全部归罗在一起 每一个都希望他们有一个出镜的几率 如果是这样做这个视频的话呢,就会非常非常的长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手边所有的小型眼影盘 如果你感兴趣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话,就请看下去吧 那小型眼影盘顾名思义呢,就是它的体型非常的小 小到呢,只有这种三色的 大到也最多是Town Ford的尺寸 在这个尺寸里面呢,都称为是小型眼影盘 有的小型眼影盘的话呢,它只有三个颜色 包括我手里的Fore的三色的眼影盘 有的里面会多达九色的眼影盘 甚至于更多 会按照品牌来和大家分享 把拥有最多量的一个品牌先给大家来介绍 首先和大家介绍的呢,就是Town Ford的眼影盘 大家看到我这边一共有七盒Town Ford的眼影盘 所以呢,我在考虑之后要给它专门出一集的视频 来和大家一一分享它的色彩和上眼的一些实测 今天就快速的带过一下 我对这七盘我自己的使用和对它们进行了一个分类 首先呢,最容易掌握的两盘呢 分别是20号Disco Dust 也就是我今天眼睛上用的这一盘 和我的第一盘的Town Ford的眼影盘 零一号的Golden Mink 这两盘呢,掌握起来的容易程度的话呢 是非常的简单,强的容易上手 这里面的配色就非常的简单易懂 也就是说它既有雾面色又有珠光色 既有浅色为眼皮的打底色 又有眼线色 它不存在一个盘子里面全都是珠光 或者一个盘子里面无聊到全部都是哑光的质地 所以它在质地,颜色的深浅方面都是做到了 就是你一看就能明白这个眼妆要怎么化 这两盘是相对于在这七盘里面最容易掌握的 那接下来的三盘呢 我就觉得在掌握起来呢 就相对的要注意一些 它们分别是04号 我有两个04号 一个是04号Honeymoon 一个是04号的Suspicion 还有一个呢是26号 难度系数相对有一点高 并不是说它的颜色的搭配有多么的跳跃 有多么的难掌握 而是说它的质地 这一盘和顶头的这一盘的话呢 全部都是珠光色 这一盘的04号的颜色呢是非常非常的美 但是它从最浅的米金色 一直到最深的浅棕色 全部都是珠光色 眼睛相对比较古比较抛的话呢 在用起来的时候 它的晕染的面积呢就不宜过大 不然会显得眼睛非常的肿 这三盘相对的难度系数呢 要比前面的两盘呢相对高一点 接下来的两盘呢 就是完全看个人对色彩的喜好了 其中有一盘呢 我是觉得是突然之间在有一年里面呢 就突然之间红了 好像人人都在说这一盘 好像人人都应该拥有那一盘的眼影 那就是这个23号的African Violet 它有非常跳跃的紫色和非常跳跃的橘色 我也专门为这个盘子呢 拍过一集的视频 是拿它和Natasha Denona的眼影盘进行的一个比对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这种颜色才掌握起来是要比前面的五盘 它的难度系数要更高一些 最后一个呢是我最近才收的 它有三个盘子的限量版 那其中这个呢是完全的冷灰掉的一个颜色 我非常的喜欢这个画那种烟熏妆的眼睛的话 一点都不会显得眼睛脏 非常的好看 其实我个人对于汤货的眼影盘的包装 没有那种情有独钟 就觉得这个包装实在是太好了 没有可以比米它的那种包装 我并没有觉得这样 关键是它的粉质的细腻程度 晕染能力 它的配色都会让你每一次就觉得眼前一亮 不会疑惑是说 我买的这盘是不是和上一盘的有一个颜色很类似 它不会给到你这样的错觉 质量是非常的过关的 汤货的眼影盘我会以后一直在关注下去的 第二个品牌呢就是 Share Tuberi的眼影盘 那我也身边是拥有四色的眼影盘呢 一共是有五盘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六色的眼影盘 当然我还有一些Share Tuberi大盘 这个就不在今天这个视频里面跟大家说了 那粉质的质量方面呢 Share Tuberi的粉质质量这个是不错的 它的颜色的配比上面是没有汤货的眼影盘 来的这么的卓越 它相对感觉呢是有一点疑似每次炒冷饭的 它每一次的颜色的配比脱不出 藕粉色黄的颜色或者是红棕色 它就是在这个一个范畴里面的进行颜色的色度的升与降 都会有一点点的疑惑是说 哎我这个颜色是不是在其中的另外一盘里面曾经出现过 好比是说这两盘这个颜色和这一盘的这个颜色超级的相近 这里还有两个盘它们的两个浅色也非常非常的接近 四色颜色其实如果做的比较巧妙的话是可以画出两个深浅浓度的眼妆 但是呢Shirtubry的它的这些四色眼影呢 感觉我只能画出一个眼妆 我并不是说做浅色接近的话呢 就是认为它在炒冷饭 关键呢就是它眼皮上最后所呈现出来的颜色非常的雷同 前为止呢我就不太会再继续打算入Shirtubry的四色眼影盘 除非它有一些颜色方面的一些突破 我就会觉得会再会去考虑 那这个六色盘的话呢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也在YouTube上面和在B站上面有回来分享过 买到了两个完全颜色一样的 或者说99%相近度颜色一样的六色盘 那在这个五个盘子里面呢 这两个颜色的盘子呢相对我会比较喜欢 一个是Pillotalk 一个是Doshivita 它们两个的颜色的相近度呢不是那么那么的高 粉嫩一些的红粽一些 我觉得它们两个的相近度比较的小 再来呢就是Huda Beauty的眼影盘 我一共是收了四个这样的小的眼影盘 九色盘的话呢Huda Beauty是做的非常的好 它不像有一些盘子啰哩巴嗦的 在下面每一个颜色呢都标一个名字 它就是把这个盘子打造的非常的紧凑 常的使用 从它的颜色配比上来说的话 比如说这个盘子它能打造出来的眼妆 至少有三种 黄的颜色比较明显的 有红棕色明显一点的 还有一些呢比较大地色颜色比较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尺寸的小盘里面 至少可以打造出三个眼妆 非常的实用 纸壳包装的呢一共是有两个 TOPAS这个颜色 还有一个是CORAL这个色系的 CORAL这个色系呢就是红感会来的更明显一点 反正这两个盘子都非常非常的好画 粉质的细腻程度啊 晕染力 POOLA BEAUTY在这个方面的话是做得非常的好 今年入了他们新出的一个是NUDE LIGHT 一个是NUDE MEDIUM 我没有入那个NUDE RICH 我觉得颜色有一点点的深 这两个颜色的话呢 也之前专门出过视频给大家分享过 这个呢就相对比较粉质感大一些的颜色 这个呢就是有一点点粉棕红色 那种颜色的色调在里面 LIGHT的颜色呢本来的主色调是那种粉紫色的 所以容易显得眼睛有一点肿 通常用这个盘子呢会搭配这个盘子里面的 在最深的颜色 因为这个盘子最深的颜色呢 它其实还不够深 做眼尾的压下来这个颜色的话 它的力量就觉得不太够 深这个盘子打操出来的眼妆 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 那再接下来的就是四盘的VCRT 其实呢VCRT我拥有的小型的眼影盘 是要比大家看到的这四个盘子呢要多 曾经买过两版是那种竖着的 六块的那种眼影盘 但是呢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就大家都流行好像重新抠盘 重新再组装 抠盘我这个盘子现在找不到了 不知道哪里去了 我会把这么多颜色集中在一起 那个盘子的大小还是很大 最终去旅游的时候或者去出差的时候 根本没有这个时间或者精力 是说我今天要把自己打扮成 什么样的一个眼妆 怎么样一个打扮 不会 但凡出门了以后呢 都会把时间或者精力投注在 就是玩啊吃啊这个方面 所以其实VCRT的小型眼影盘 我至少应该是有六个之多 但是现在呢找到的只有这四个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我想把VCRT的盘子呢 分别再单独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一个是橘色的一个是黄色的 两个眼影盘的里面的颜色的配比 这个呢比较的跳跃 也比较的好看 这个呢就比较中规中矩 那我觉得VCRT的眼影盘呢 它比较突出的一个地方呢 是我特别喜欢它的包装 很轻因为它是纸壳的那种包装 它并不是那种简单的这种一打开一盒上的这种设计 它是需要这么打开以后再这么打开 而且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塑料片 可以相对保护这里面的颜色呢 不至于你出去旅游带着这个东西 到了目的地有发掘里面的颜色 一块块都掉下来了 它会尽量的去保护 眼影盘里面的粉呢 不至于会掉了出来 这种尺寸还是这种尺寸 包括还有一个大的那些设计的话呢 我就觉得这种非常非常的好看 这两盘的粉质呢相对会差一点 并不是说它的配色配的无聊 而是说它的上色度呢会比较的弱 如果你把它单个打开来的话 你会觉得哇颜色好缤纷啊 它应该就是上上去的这些颜色 这一盘呢还可以 这个橘色这一盘它的上色力度呢 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有一点让我误会就是那种日韩系上色的力度 如果你想去尝试的话呢 从这两块颜色去入手 再想尝试更多的一些颜色的话 我在下一个视频里面也会和大家分享 大型的眼影盘 这种颜色的配比呢 它里面照顾了很多的不同的色系 有橘色的 眉红色系的 紫色的 但是它同样给到你一个非常深的颜色 可以帮助换眼线色或者是眼尾的晕染 都觉得它的颜色配比呢 是非常到位的 这个盘子呢 它相对就是有一点那种土黄色啊 那种橘调的色调 浅的那种眉红色 打底色啊 还有眼线色 这种深色颜色 不会就是一个盘子里面 全都是相对颜色很浅的那种颜色 或者一个盘子里面呢 都非常的深 既考虑到了颜色的深浅 又考虑到了质地方面 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呢就是三个Chanel的眼影盘 这三个眼影盘里面我最早入的呢 是这一块 这个颜色其实我自己倒还真是没有用太多次数 比较大地色系啊 它有两个不同颜色重度的那种珠光色 眼线色啊 打底色 就是它是不太会容易出错 当时也就是被这两个珠光色呢 被吸引了 买下来的 话一话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无聊 还是想把它收入囊中 所以这个就一直还是有着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挺好看的 就是浅珊瑚色 两个可以作为眼尾 或者是眼线的眼线色 因为它的颜色的配比呢 就是深浅非常的明显 哪一个颜色应该先画 接下来应该再画哪一个颜色 粉质的质量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很容易晕染 这个都已经不用再多说了 接下来一个呢就是我最近刚刚有入的 它这一次的圣诞节日盘里面的这个眼影 就是有一点墨绿色 或者绿色为基调的那种棕色色系 专门为它拍过一集视频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 我当时这个眼妆是怎么画的 这三盘其实它们之间是不雷同的 有粉色色调绿色色调大地色系的 我基本上买眼影盘 除了Share Tuberi相对比较接近以外的话 最后留存下来的这个品牌的眼影盘 它们之间的颜色的相近度都是比较的低的 再接下来呢就是两盘苏酷的眼影 也是比较有代表的不同的颜色 蜜茶色 那这个呢就是西芡 当时我入的时候就是因为看中这个鹅黄色 上眼以后非常非常的好看 不会显得眼睛一种非常的能够融入皮肤的颜色 眼窝色 然后呢这种眼线色 这种颜色呢都是非常的到位 也非常容易掌握 这个盘子我之前在做其他视频里面 有和大家说过 深蓝色让这个盘子来的与众不同 偏橘调的那种主色 偏粉调的一个主色 最后因为这个蓝色的出现呢 让整个一个眼妆显得特别的别具一格 苏酷的眼影粉配色呢是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独到的地方 非常非常喜欢 也会继续关注苏酷他们家的眼影粉 这一次斯芙兰打折的时候我才新入的这个盘子叫Violet Boss 我之前因为经常就是路过柜台的时候呢 就看到他们家的眼影粉呢都个儿头很大 颜色呢特别特别的缤纷 摸摸粉质呢都也挺好的 我也在店里有尝试去画过 就觉得挺不错 我身边的那种中型盘和大型盘呢实在是很多很多 想想我有时候出门的时候真的会带那些大的盘子在身边嘛 可能概率非常的低 还是对这种小盘的话呢是比较亲友独钟的 这两个盘子呢它所呈现出来的色系呢就完全的不一样 一个就是眉红紫调感重一些橘色啊金色啊红棕色啊为主色的一些颜色 我自己有画过有用过 它的颜色饱和度呢是做的非常非常的饱和 就是它的下手的时候呢要非常的轻 刷几个颜色看一下 大家就知道它的颜色呢懂语程度是怎样 单刷了一层就一遍所呈现出来的颜色 我们一般认为把眼睛画的肿的话是那种浅粉色啊浅紫色 对于这种饱和度非常高的眉红紫色的话呢 其实也是比较容易把眼睛画的肿 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因为它现在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10个颜色买18美金而且它的色彩的上色力度各方面都做的非常好 接下来呢就是Natasha Denona的两个小型的迷你盘 一个是Mini Gold另外一个呢就是Mini Star 这个Mini Gold呢曾经出过一次的视频给大家上演实测过 它的颜色的配比方面和粉质的质量我觉得都是很好 整个一个质量的话我觉得是对得起这样一个价格的 浅色颜色和眼线色还有不同质地的话呢都做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平衡 再找一个机会想把这两盘合在一起呢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Mini Star的情况和它的大盘的Star到底有多像 把这个视频给拍出来的 那Natasha Denona的这种迷你盘呢我就只有这两个 其他的呢那种小盘啊什么我都不是特别有兴趣的要去试 蛮早些的时候买的Etude House两个眼影盘 现在用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一个呢相对就是那种大地色系的颜色 另外一个呢就是橘色啊粉调感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并不是说它的粉质质量各方面不好 蛮多的一些选择就是我一下子一想要用一些眼影盘 它们两个都好像不太会想得到 这个盘子色彩的饱和度呢并不是因为它是日韩类的这种眼影粉 它的色彩饱和度就很低 它的上色力度呢仍旧是中等偏高的 再来呢就是橘朵家的两个一个是08色号一个是06色号 网上好评如潮的颜色它这两个里面的珠光色呢都是有一些些的偏光的成分 所以06号的珠光色这个是08号里面的那种珠光色 在本色的基础上它靠着不一样的珠光的色调呢使这个珠光色的整个呈现出来的颜色呢是有一种偏光的颜色 特别的惊奇合理随便画画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另外呢就是前面有和大家说过的像斯富兰的这种三色眼影粉 我也都是挺早的时候买的这种浅色的啊这种有亮的颜色 还有就是这种三个颜色都能画出一个基础的也相对比较好看的那种眼妆 我觉得这种三色盘也挺方便小巧使用的 Dior家的Backstage这个好像有出了四套还是三套这样的颜色 我选的这个色号呢是003号Amber Neutral 主要呈现出来的颜色呢相对还是比较偏红棕的 它这个盘子里面呢它说是九色盘 它其实是一个八色盘 左上角的这个颜色呢它不是一个眼影 它是一个眼影打底膏非常好的纠正眼皮的颜色 而且不会因为它是膏体 上在眼睛上以后呢你要反复的把它推匀推开 而且膏体很厚它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一涂上眼了以后非常薄厚 感觉不到有膏体的那种高的那种存在感 去上这些眼影粉的时候呢 它颜色的附着力或者说颜色的解色度呢 都会做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挺喜欢这一盘的 另外一个九色盘呢就是3CE的Overtake 等于像一个网红色 它整个也呈现出来呢就是那种日常的大地色系的颜色 上年以后呢非常的自然好看 它们两个都是体型呢差不多大的 从颜色配比上来说的话呢 它剩在这个颜色和上面这个很深的一个眼线色 Overtake的颜色呢就感觉它的每一个颜色相近度呢比较高 最深也就是达到这个颜色或者是这个颜色 Dior的这个九色盘呢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的偏贵 3CE的话呢就相对而言比较经济合理一些 最后的一些盘子呢它们都是小盘呢我只买过一盘 比如说这个XL的SR03号大地色系的 Tenmake的这个五色盘呢曾经容灯我彩妆爱用品里面 有一度时间非常非常喜欢用它 这个VC的PK3号这个也是网红了很多年的颜色 但是呢我自己呢其实不是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个盘子 我也说不上就是不太喜欢 Luna Soul的这一个01CE这个颜色这个盘子呢我是买的比较后悔 它里面的颜色呢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眼线色 而且这五个颜色全部都是珠光色 而且它珠光的那个闪度是比较的高 不是那么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主盘来用 Lani的六色盘 这个盘子呢我有一度也是用的是比较的多 橘调的颜色和这个棕色搭配起来 这眼妆非常的好看很自然 而且包括这个浅色的颜色也是非常的到位 它不会上在眼睛上以后你会觉得没什么上色力度 或者说这个色彩浓郁度太过了 它不会比较容易掌握的一种色彩饱和度 非常的好看 最为最为后悔的呢就是Pemagraph的这个五色盘 接不谈它的包装这种简易的就像LAB里面还没有完全成品的这种包装 这个就不去谈它了 看似这种颜色觉得好像很容易驾驭 其实这个颜色蛮难去画的简单好看的 可能会显得眼睛有一点抛 因为它里面是没有任何一个雾面色来帮助减弱眼睛抛的颜色 我感觉不是像它看上去的那么容易的掌握 再接下来呢就是我想把它这一次做完视频以后呢去把它扔掉的 一个是Essence他们家的这种小盘子这个买的挺早的 另外一个呢是这个颜色的色系 这个盘子呢完全就是不知所谓的没任何上色力度 然后上年以后也不怎么好看的两个盘子 我不知道是哪一年的NARS基隆坡色 可能现在再来看它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不是特别特别的喜欢 而且呢也时间真的是非常久了 所以我想把它扔掉 小型眼影盘都在这里面了 回顾总结小型眼影盘里面 比较让我在今年这一年里面尤为喜欢的呢 就是Town4的眼影盘 Huda Beauty的眼影盘 这个颜色的盘呢各有千秋 最为不喜欢的除了刚才有被点名到的那个盘子以外呢 就是Share Tubery的盘子 我是觉得我以后再要去买它的四个眼影盘的概率呢 就不是特别的高 其他的一些盘子大家看到 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收集大地色系眼影盘的 我还是喜欢颜色有一些变化的这样的一些盘子 我觉得它每一个盘子都有自己的一个独到之处 以后也会单独再找机会和时间 把它们一一的通过眼妆的分享 来和大家具体的展示他们这些小型眼影盘 我自己给我自己小型眼影盘做的一个年度的回顾总结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也会马上再去准备中型到大型眼影盘的一些分享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